大家好我是Eric 本期视频将给大家讲解 XSIM在Bookie夹六有一个新项目 Kingswood 这是一个Z series的项目 我相信在网路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做了 关于这个项目的视频 同时也有很多粉丝看到了之后 也特别要求我再次的 给大家分析 那么今天他来了 从地图上来看 Kingswood就在XSIM所建造的 第一个项目楼盘 The Trees的旁边 在他的对面呢 就是有一片 80英亩的 公园以及 Pavilion商场 然后距离1.1公里 其实走路都能到黎明小学和幼儿园 项目的楼下便是一排 你赚了10圈都找不到车位的商圈 这里有很多时尚的饮食店 包括一些便利店 无论早晨还是晚上 你都找不到车位 我们再看项目旁边呢 这里发展商在Proposer 这里有一个Cover Walkway 直接拉到 R1 Passat的LRT快铁站 走路应该是900米 不过这个东西呢 还在 申请当中 如果政府批了 那么就会带给这个项目呢 当然还有旁边的一些 楼盘 有巨大的方便 以上就是Kingswood的环境 我相信之前的视频呢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非常多集的 Pookie加6 就是关于这一整区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 红橙色就是Kingswood的进出口 它准确的进出口呢 再拿回去地图来看 就是在The Trees跟Asian Football的那个指尖那边 两条路进去两条路出去 出道去呢就是这个加烂13 slash 155C 在Level G的楼层全是访客的车位 蓝色的箭头就是一个speedram 从ground floor上到upper level的车场 那么紫色的箭头呢 就是从upper level下到ground floor 楼盘有speedram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speedram呢在 中文我又不懂怎么去翻译 特别是海外的朋友 不过你听我去讲解这张图呢 你大概就会明白了 那我们如果是一个楼盘 有很多层的 车场 那么你的车位呢 就在最高的那一层 这个时候 头痛来了 为什么呢因为你进出的时候会 转到你怕 我们看看这里吧 呃当你 这里进到去 车位呢 这里呢直接上到一楼 那么如果是往这一边走呢 这个你就可以直接上到二楼 然后这边你直接可以上到三楼 这里上四楼 那如果你再转一圈回来呢 这里直接上到五楼的车位 呃车场 这里上到六楼 七楼的车场 再转一圈 啊所以 这个speedram呢 就是有一个好处啦 方便到人家 这里就会有三间店铺 那么外面的人呢是从这里进去 进来的 租客会是谁呢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当地政府的要求是 起码要有一个便利店 还有一个洗店 这是得必须要的 再看另外一张图 从安保这里进去 你会发现到 Tower A跟 B的 Drop-off point是共用 那么Tower C是分开的 Tower C呢是从这里转下去 然后啊 这里就是 Tower C的Lobby啦 然后下车之后沿着箭头 便能走围出去大路了 Kingswood一共有三栋 Tower A和Tower B 2W的678方尺 和3W的904方尺 看户型就知道是专注于 小户家庭的人群 Tower C全部都是最小的户型 它只有 一个房间 474方尺 和是刚出来社会打拼的 租客群啊 或者可以租给这里附近 大的这个大学生住 同时也要给大家知道 虽然这里是Commercial HDA 但是不是AB&B friendly的 所以大家不能 拿来用于 短期出租的形式 来 玩啦 那么Tower A和B呢 一层大概有14到15户单位 但是我们从走廊的户型图来看呢 大概 6到8户单位呢 就会被一个电梯Lobby 给隔开 所以在视觉上大家就不会觉得 一层楼有那么多的户型 我们再看看Lift Lobby 后面黄色的部分呢 就是M&E 机电房 然后这个门进去走到最尾端呢 褐色的 就是Refuse Chamber 垃圾房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垃圾房的所在位置 因为它跟这个 Lift Lobby呢 是完全 隔开另外一个空间 这样味道就不会 跑出来 Tower A共有4台电梯 附上一台 服务室电梯 Service Lift 搬家的时候 还是他们每天早晨 会把每一层垃圾去处理的时候呢 都是使用 服务室电梯 那么Tower C只有3 加1电梯 加1的电梯就是 服务室电梯 这个电梯的速度呢 Exim一般 都会使用 的配置 就是 1秒 上一层 这是所有单位号 大致上的朝向 比如Tower A的单位号 1到4号和11到14号是朝 南西 也就是 Panakirara那边 Tower B的单位号 11到15是朝 西北 也就是 OUG和吉隆坡的景观 同样Tower B的 1到4号的单位 朝东北 可以看到 Bukit加六 高尔夫 球场 最后来到Tower C的 7到12号单位 朝 东南 就是可以看到 Bukit加六整片 80英亩的 公园 同样Tower C的 2到6号单位呢 是朝 东北 也就是Bukit加六 高尔夫 球场那边 然后所有 有朝内的单位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大家 或者是可以看到设施 特别要留意的是Tower ABC的 顶楼 这些单位 不过问题不大 Tower A39层灰色这里就是M&E 基电房 它不影响到这些单位 因为有一段距离是 被 被这个 Lift Lobby隔住 Tower B24层呢 这里有一个 Brake Tank 断流水箱 系统区 OK 然后再来Tower B的第40层呢 这里还有一个M&E区 最后到Tower C的 24层呢 这里有一个 断流水箱 系统区 紧接着41层楼呢 也有一个 M&E区 Kingswood的设施就在 8楼 分为9类主要的设施 包括建设室啊 书房游戏区 Landscape 绿色 景观 或者是花园啊 多功能区 然后泳池 还有半个篮球场 我们可以留意到旁边这里两侧围绕着都是一些绿子 可以让你在这里慢跑啦 同时 绿子呢 适用于 遮挡 外面的繁忙景观 这样你就可以更专注里面大自然的世界啦 我们往这里看啊 叫做Lon 应该是一片空草地 就在旁边呢 我们中文翻译成就是 农地 Farm 我觉得这一个 应该是种植一些 草药和花类的小区 也就是Exim发展商常用的方法来填补 设施区 所多余的空地 顶楼40就在45或者是46楼啊 就要看你是在Tower ABC 但是呢 顶楼40就只有Skylaunch和Skygarden 如果你想要近近一个人 上来这里观看不同的 城市景观呢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啦 那么Tower ABC的顶楼设施都是各自分开的 只是8楼的设施是给大家一起共用 所以呢 人潮会比较多 我们来讲讲整个楼盘的外观设计啦 那这是Kingswood的 外观 不过外观的颜色呢 会以不同 深浅的褐色 搭配为主 因为和木的主题有关系啊 就听它的名字 建筑 是由 WDA Architects 去设计 他们的设计呢 都是以 简单的 方形元素去打造 如果你去看他们过去所做的 东西 那么他们多数的项目呢 是和Exim的发展商 配合 同时Landscape Design景观设计是由 最有名的Saxan Design团队去搞 他们在绿植的部分呢是很在行 接下来就要给大家额外的一些资讯呢 为什么会叫做Kingswood 那么Kingswood呢 是在Sydney西部的一个教区 以总督 Philip Giddley King的家族名字命名 他在该地区原本 森林茂密的地区呢 就拥有这一个土地啦 就原本是一个森林来的 那我们回到来地图看看 Exim Kingswood的所在点作为对比 看到了吗 这里很早 以前原本就是一片小树林 这个就是Exim给楼盘取这个名字的来源 而且这个楼盘的 旁边的发展商还会保留一个1.47英亩的 公园 叫做Novel Park 给大家去使用 非常有意思 然后发展商会在这里 坐上一条栏杆 把这一些 店铺给隔开 车是进不去 但是 会有一个门 给人从楼盘里走出去买东西 真的很方便 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同时也会帮助到这楼盘以后你要转让的时候 转手的时候 一个可以 增加它的价值的一个好消息 这项目估计会拿到银牌等级的绿色证书 Silver Green RE 如果大家不懂什么叫做Green RE呢 它是绿色建筑 评级工具作为 评估和认可符合某一些可持续性 要求或者是标准的建筑工具 如果大家不明白是什么呢 可以看看这一张图 可能你就会更明白它的用意是什么 片段转移到所有的户型款式 我们从最小的户型开始 Type A474方尺来看 大门进来厨房 餐区 到客厅都是连在一块 没有阳台 这里有个地方可以让你放空调箱 那么洗衣间 浴室和睡房全都在右侧 当然有些单位号的 洗衣间浴室和睡房是在左侧 紧接着Type B678方尺 两卧还有两个浴室 大门进来旁边两侧就是 厨房 还有洗衣间 眼前就是餐区和客厅 大多数的 洗衣间 和厨房都是连在一块的 他们都在一起 可惜在这里是分开 身为主人 当你洗完澡之后呢 要从主卧走多两步 才能找到洗衣机 不过这问题不大 但是对我来说呢 就有点不顺 整个Type B的主卧和次卧 是被客厅隔开 那么各自家庭成员 就比如你的孩子和父母 都有自己的 私人空间 那这个户型呢 是没有阳台 而且大部分的窗 都在睡房和客厅 这个室内的透风 我觉得还行 最后Type C904方尺 三卧的户型款式 就有趣了 它 分为开放式的阳台 还有封闭式的阳台 这两款 各有所需我觉得都很好 很多时候选择封闭式的阳台 你的客厅自然就会大一些 我看到一些中国的室内设计啊 他们把封闭式的阳台设计到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参考以下这些图 就这么小的一个位置呢 一个空间呢 它可以创造到 另外一个 很舒服的 很自然的空间出来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里读书啦 或者是 喝茶啦 然后一边欣赏外面的风景 从大门进去你看 厨房 洗衣间和放冷气箱的 这一区呢 都同在这一块 这个我就很喜欢 然后我们再来看 主卧 是单独一个区 然后同时两个 中小房呢 都同在一块 所以 主卧 它有这个优势啦 就是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然后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个浴室 那么其他的两个睡房呢 就要共用同一个浴室 不过整体的 呃 这个室内的透风 程度呢 我觉得还行 它不是说那种 难陪通透的 再来还没有来到视频的总结之前 我们大概的看看项目的一些 重要讯息 或者是配置啦 楼盘 建在3.45英亩的地 楼盘共有 1558户单位 可能有些人会在意这些 属于99年 List后 管理费包括 Sinking Fund储备金 就是 4毛2一方尺 马B4毛2 Type A户型呢共有一个车位 Type B 就有两个车位 但是是前后式的那一种 而Type C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啦 也是两个车位 那据我所知这个是当地政府的一个要求啦 如果是1000方尺 还是900方尺以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 发展上是应该要给一个车位的 不过这个 900方尺或以下呢 他都有给到两个车位 我觉得是算蛮好啦 我们总结一下 我认为Kingswood除了 合适作为投资 来创造一些 现金流的产品 它可以同时 合适退休的人群 我相信这些人不需要这么大的 互刑 因为老人家能有多少的力气 去打理 这么大的单位呢 况且旁边的店铺 足以满足他们的 基本日常所需 而且走路都能解决到的 事情 家里如果 那天懒得下厨 那么走下去就是便利店 还有一些饮食店的 而且 在走的过程 我们就当作是运动吧 非常方便 这些店铺出了名 早晚都是很难找到车位 绕色圈都未必能找得到 所以这个楼盘的所在点 是非常优势 再来楼下的巴士站 Go KL 14号的巴士 也有经过 快铁餐 LRT Muhiba 和Pavillion Bukit Jalil商场 Kingswood这个项目的入场价也不高 最低从40多万 最高到70多万之间 就能在 Pavillion Bukit Jalil附近 拥有一个房子 以马来西亚的 经济 还有政治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 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咱不夸大来谈 你未来能赚多少 或者房子 能否 暴涨增值 这个是很难发生的事情 咱就说 你转手 能有多快 找你租房的人 还是中介给你推荐的租客 会多吗 我觉得这个项目呢 能够 起码做到这一点 那么楼盘的所在地址已经是很好了 但是它的所在点 是超级方便 需求量稳固 加上有质量的人流 就等于你转手的速度 最后这个视频的内容 不是给大家一个投资的建议 大家 还是需要自己 谨慎的去做好功课 实地考察 才能做出更精准的策略 而且符合你的策略 在找房子的过程中 如果有需要到我们的帮忙 你可以在下面的微信 或者是whatsapp 加上我们 到时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